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 又是星期六,又是星期六 今天天氣更好,藍天白雲 今天我們要去的探險路 就是大家如果沿著青山公路 向深水寶方向走 Hello,又遇到騎士朋友們 走到近駱美孚的位置的時候 會有個彎位可以轉進去 這條路叫做長坑路 長坑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這裏 一個大斜路上 應該沒有車會走進來 我之前看新聞說 有女司機曾經不小心走進來 在一個比較大霧的一晚 開了進來之後 就不停地在這條路裡 繞圈繞圈走不出去 好像因為這樣 人們稱呼這條路 會是結界的路線 如果進去不懂路的話 就會走不出來 那我就算走出來 當然我們會在另一邊走出來 我們就不會沿路走這條長坑路的路口 我們是會在另一邊 叫做長沿路 應該就會去了一個 是不是接近馬勞山那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在大埔道走出來 我已經不知道另一邊是什麼路了 本來我想今天是不走三險日的 就是這個星期六 因為近來好像不夠睡覺 想要休息一下 但是 你看到天氣這麼美 又有太陽 是沒有理由浪費了它 我覺得 難得上一次 不就是上次補風路 我第三次走的時候 是天蒙蒙 難得今天是可以這麼好天 當然是不要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要走這條路 我現在是低波高絕走這條路 因為上斜 我不是很想高波低絕 對啦 上車這個速度應該剛剛好 如果我沒有記錯條路線 我們進來長坑路這個位置 保持著向前走 就會開始進入一個不停的圈的狀態 對 好像這裡有射擊 射擊總會 會不會有槍 為什麼後面有電單車呢 先讓開 不要給我壓力 我是慢慢地繞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進來之後 永遠靠著右邊走 就可以脫離這個魔界 即這個結界 是不是永遠向著右邊走呢 對 向著右邊走 下來了大灣路 不要直到這裡 各位 這是懸崖 轉了的話 會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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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既然來了 不如繞繞繞 轉了 是會繞繞一個圈 之後 我去到我們剛才看到斜路位置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咦,不是喔 是不是呢?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印象沒有記錯 轉左會繞一個大圈的 這裡長坑路進來 如果轉左走的話會有一個大圈的位置 為何會有另一條路走出來呢? 我希望我不要擅闖民居 咦,咦,這條路是錯的 這次很糟糕了 還說了髒話 這就是我說最害怕的情況 在斜路... 唉,還是先下底線 在斜路 骨頭路 可以做什麼呢?就是慢慢U-turn 我駕Monkey應該是比我駕600的 如果駕600這個情況我已經不知怎麼辦 可以怎麼辦呢? 下車拉吧 但我不是空波,先用空波 慢慢來慢慢來 好,糟糕 Munkey 也令我弄得這麼辛苦 這條直落的斜路可以怎樣繞回頭呢? 我應該走錯路,應該走另一邊 其實好,等一下,怎樣可以繞回頭呢? 呃... 魚波教的這招 唉,是可以的 可以了 哈哈 我見過魚波拉過Monkey一次之後 我大概寄了進路 幸好認識這招 不然我駕600,我叫馬都不行 大家駕大車進來的話 千萬不要走我剛才那條路 剛才我們在這裏進來 在這裏走出去算 我那邊應該是另一條路來的 長遠路入到,不是 長坑路進來之後應該 我明白為何那個女司機會擋失路 因為都多分岔路口 而巧合地呢 其中一條分岔路口 是會不停地這樣 即是,在一個不停地繞圈裡面 你會有其他分岔路口出來 所以如果你忘記了自己沒有方向感的話 你是應該會擋失路的 我們走回這一邊 這邊是正常我們應該走的路 因為那邊下來之後轉右呢 又是公廁 長遠路公廁 我們已經離開了長坑路 去了長遠路了 長遠路去到前面 某一個位應該就會繞出水壩那邊 應該今天會遇到猴子的 我猜 但是那些路都比較窄 彎比較急 哈哈 哈哈 這個這麼小的山丘裡面 不應該有這麼多私家車在這裡 這是發格彎來的 我希望我沒有走錯路 這條路呢 去到前面位置呢 亦都是沒有Google Map的街景 即是又是沒有人走進來 去到360 Cam 這條路比我想像中窄 而且這些彎比較急 還要是斜 難度又回不上下 加上會有當心路的風險呢 我勸大家都是一班人 再加開洗車才可以進來 其實 如果你遇到好像我剛才下斜路 走一掘頭路呢 應該都幾嚴重的 我相信 開始見到樹葉比較多 即是這裡沒有什麼車走 平時 我猜這裡就是沒有街景的路線 希望 是可以繞得到另外一邊 嘩 好慘啊 綿羊 Oh My God 這些路是擺明 告訴別人 沒有車走過的 是不是又在禁區呢 其實你看 樹低到這個位置 擺明不是被車走的 這條路其實 是呀 我沒有記錯啊 他們沒有街景的原因呢 是因為會經過這個濾水廠 而濾水廠是關了門的 其實 那真的很可惜地 唉 我們是要U-turn回出去的 那即是我要記回路 怎麼回到外面呢 難怪 我還以為今天可以在另外一邊走出來 完全沒有人進來的 這些地方 我猜 嘩 如果我高了一點點呢 我就可以撞到一些樹的了 頭盔 我相信 我猜這些就正式叫慘險 我相信 那我還以為那條可以通回去 因為呢 我看Google Map 那條很幼很幼的路 就是剛才濾水廠那裡 是不是叫 他們應該是可以繞到另外一邊呢 就在那個水壩位走出來的 當然是大埔道那邊 但是原來真實地是關閘的 難怪的 如果是這樣的 這個慘險日 就已經走完了 我們就繞到長坑路去外面 就當是完結 那剛才進來的那個師兄去了哪裡呢 寫著醒來拍車 有人住在這裡 這裏有什麼小村落來的 我又想起生化危機了 Bahasa Resident Evil 通常這些比較偏僻的村落 有些人全部都感染了 不知道什麼Virus 就變形了 起碼第五集的劇情是這樣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大發甲彎 出回到外面 這裏的斜路是不可以看小的 我們來回公廁了 原來都有飲飲機買的 有些人來出車 可以在這裡停車 休息一下也可以 長坑村被雨停 長坑村被雨停 好 兜這邊出快 好 又是那句 住在這裏的人應該都是要開車的 我相信 沒理由不開車 但這裏我之前見過有6汽車進來 是沒有多久之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還有車是否可以進來 我見過有6汽車進來 我不知道它是在乘客 還是它純粹放工 找一位泊車的 這裏的 是挺好景 這裏 臨走的時候 好 今天的長坑路 比我想像中快 因為原來另一邊 不能走出去 不要緊 但還是中暫停 大家如果想出車 走到半老 在青山公路附近 又想喝飲料 就駕進去長坑路裡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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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Fending Machine 中 那裏 那裏 糟糕了 這麼晚的那裏 我忘記了 之後就回到外面 那就完結了 但是 很吵 引擎聲 不好意思 各位 總算無憾 上一次我走 忘記哪一段探險日 好像是隆恩道 那次已經有觀眾 叫我走這條結界的路線 我今天在這麼好天的情況下 走我觀看 我是沒有當失路的 這是發電站 對吧 各位 在頭頂這幾棵 又是台灣雙屍樹 認不認得葉呢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容易認 台灣雙屍樹 好 繞了出來 但這裏是不是雙線行車 那不是要是是是是 這裏是有紅綠燈的 紅燈 為何那裏叫大窩呢 站住這邊 這條路是去大窩 大窩在哪裏 大窩的口 是不是就是大窩口 如果不是大窩的口 就是大窩 我不是很怕發生什麼事 咦 是不是準備檢查路駕 在這裏 把路駕出來了 我看到有警車 差不多 今集探演人到這裏 比較短的一集 簡而精 加油 各位 要考車牌 考試的各位觀眾們 今集到這裏 多謝支持 再見